我们在曾志强老师图书公司工作的时候 这个阶段是最安逸最幸福的 流年一看就非常好 有老师的磁场加持 这个地方可谓是很有灵气 首先在北京的一个四合院里面工作上班 有些人可能想象不到 中间是大院子名堂 然后周围都是露窗的 一圈工作课室 我们在其中的图书发行部 后期又去库房帮个一段忙 还有义友会 就是这个量学网啊 他的前身也要找我过去的 做一些编辑啊什么的 但是我们这个小领导不设的 其实不管在哪 都是晃啊晃啊 一直在学习 相当中性的没有什么可忙 就是这么安逸 那少你一个也不少 其实公司其他人也没有太忙 人员 人员 真正留得住的都是一些老人 到最后这个就是内部问题了 我们也不好多说 那个期间我曾是当时人员最好的 我们那个能在那住宿啊 那个宿舍十几个同铺 那我是人员最好的 而且还有一段 跟其他部门处的一些叫走路生嘛 也都很好 甚至这个大院有三家公司 当然都是一个大老板 那互相之间 没有什么业务往来 但是每周甚至有一段时间 都给他们送水果 送零食 那这院非常好 那这个大院呢 他们有待说到 还能有会议室啊什么 他们下班以后都走了 有乒乓球台 那还能唱歌 那举办晚会都在这儿 一些生活化的全部在这儿 吃饭啊什么的 白砖红瓦 现在再也找不到这样的办公的地方 住都很少很少 而且只有像北京这种很少的城市有 我们说这儿有人间地灵呢 那曾经这个小刺猬都往我窗底下钻 然后还有一年回来看到黄鼠狼 他居然给我做一 我们知道黄鼠狼都是这个样子啊 但是 很有灵性啊 看看你 他在厨房偷东西吃 我回来的时候 我回来的时候只有我自己 然后跑出去 做完一以后 又看看 还不想跑 一看我来出来找他看他 反正我也不动 那结果他就动了 他就跑了 估计人走了 他还要回来呢 有一天晚上那是在 应该是在 我不记得了是鬼节还是 冬至的那天晚上 就是所谓2012世界末日 就那一天晚上 应该是鬼节吧 结果狗啊 一直在叫 一个船一个一个 周围还有村落 很多神奇的事